罗省马市宗亲会在华部举办2014年春宴 包划驻洛杉矶办事处处长令狐荣达 全美马市宗亲总会主席马汝光 还有多个侨团代表都出席盛会 而前一阵子马英九总统过境洛杉矶 除了拜访罗省传统桥舍龙头中华会馆之外 他也拜访了马市宗亲会 给予宗亲们莫大的鼓励 来自各界的祝贺花兰花团锦簇 隶属于罗省中华会馆旗下27个侨团之一的马市宗亲会 在华部举办2014年春宴 驻洛杉矶办事处长令狐荣达 洛杉矶乔教中心主任邱昌生都请子出席 向当地侨领问候 令狐处长和马市宗亲们一起上台敬酒 表达新春祝贺 他也用流利的广东话问候相亲 肯定马市宗亲会长期支持中华民国 持续高挂中华民国国旗的爱国情调 一番幽默的谈话更让现场侨领们会醒一笑 马总统非常之感动 我们都很感动 这个是第一次 以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 留意为围观的拜访 现在最威的就是马市宗亲会的 因为这样中华民国的总统是马的 美国的总统都是马的 欧巴马 欧巴马都是欧巴马的 马市宗亲会主席马振文 感谢各侨领的出席 在谈到日前马英九总统过境洛杉矶时 拜访马市宗亲会的情形 他难掩兴 他难掩兴和感谢之情 并且宣示会继续服务桥社 让马市宗亲会的招牌发光发亮 马市宗亲会写回去 在桥石作出我们的努力 作出我们的贡献 所以得到桥石的认同 我们来说 我们也有这样的欺心 在大家的支持下 我们会继续努力 为桥石服务 做好你本身应做好工作 为桥石服务 我们中华民国总统 大家都很高兴 觉得很荣幸 马总统能够有机会经过的时候 到中庆会来跟我们见面 所有人也一起上台欢唱 把郑文主席带来一首粤语版的爱拼这一样 引起众人掌声 令独处长也回在小李飞刀 让气氛海岛最高点 之后众人一起高唱爱国歌曲梅花 以及中华民国颂 展现了国家的支持与详心力 台湾国观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